上周五美国对世贸组织提出对于中国禁止收购外国垃圾的担忧 希望中国暂停这项禁令 美国的专家称中国不仅禁止了垃圾 也禁止了很多可回收的良性废料 下面我们就联系美国之音记者尼亚 请她带来进一步的报道 尼亚 那么现在记者的位置就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垃圾分类的回收处理站 那么我们知道在去年的7月份 中国是向世贸组织提出 他们要在今年1月1日正式全面执行禁止收购处理洋垃圾这样的决定 那么对于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 他们是没有回收和处理垃圾这样的能力 这样的一个禁令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美国很多的大中小城市 城市还是在指导住户们将他们的垃圾 根据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材料进行分类 投放到现在我身后的这样的垃圾分类回收的这样的一个站点 根据美国垃圾废料回收处理行业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咱们在2016年美国是总共向中国出口了 价值相当于56亿美元的这样的废料 那么这样的禁令箱直接影响并危及到 美国这个行业内的15万余的工作岗位 那么就在上周五美国官员是向世贸组织的货物贸易委员会提 向中国的这个禁令以及中国修订的不同的金属种类的回收标准 提出了他们的担忧 他们认为中国区分对待当地和外来的进口的这样的废料 这样的做法是处于过渡性的保护性的政策 那么在本周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这样的要求和说法是虚伪的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你提到的这个美方官员将中方正当的合法的举动上纲上线 说什么中方似乎正在违反WTO的义务 这是非常虚伪的 难道美方对中国限制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就是正当的 而中国依法限制洋垃圾进口就是违反的吗 我们希望美方的根据巴萨尔公约的精神 立足于自己减量处理和消化自己产生的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 为世界更多的来承担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那么大家还记得上周记者是参加了威尔逊中心的一部 记录片塑料王国这样的一个放映的活动 那么在活动过后 美国的专家对这项禁令进行了讨论 那么其中的一位专家就认为 中国主席习近平观看这部影片的反应 直接导致了中国全面禁止洋垃圾的力度和方式 那么他认为这样的方式是有一点点过度极端 他认为中国不仅是全面禁止了很多垃圾 也禁止了很多高质量的这种废料的回收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不 中国不应该是世界的垃圾填埋场 中国不应该从世界各地接受垃圾 对此我完全同意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 至少我们的会员所面对的是 由于中国所持有的所有进口垃圾都不好的这种理解 让他们也同时对高质量的正常的废料回收 关闭了大门 是很多生产产业都会用到的 这是美国产业内遇到的问题 同样的生产行业也会遇到没有原材料的问题 尽管美国官员是在上周五向世贸组织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以及他们的担忧 但是外界普遍认为 由于川普总统刚刚宣布 对于中国新一轮的进口商品的关税 那么这样的担忧可能是不会有任何回应的 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消息 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谢谢尼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